接著要來看的是三星觀光景點再進化 在洛克馬廊道附近是相當的漂亮 但是電信感造成美中不足 台電目前也在鎔馬卡丘附近進行電感地下化 預計在5月底就可以來完工 到時候渴望成為三星最美的道路 再次吸引遊客來到訪 三億項公所去年8月份完成了洛克馬廊道 把水源橋恢復舊地名鎔馬卡丘 並也重新彩繪設置愛心的裝置藝術 打造橫跨安農溪的愛之橋 同時在安農溪兩側自行車道設立了愛的平台 成為三星最有愛的景點 而現在台電陸續在這些路段執行了電感地下化 為民眾創造暢通無愛的天際線 儘然成為三星最美的道路 當然覺得走路這條悠悠樂好馬路當人到 所有電話條如果路到後就能成為三星 唯一的道路無電話條 無電話條的悠悠樂好馬人到 跟安農溪來做個結合的時候 這個地方應該會因為三星很夯很生態 而且完全沒有電話條 真漂亮真漂亮的一個景點 鄉長黃錫勇表示電線桿 預計五月底完成地下化 將大大提升洛克馬廊道跟安農溪周邊景致 等到三星米香節七月份舉行的時候 相信可以成為三星最受歡迎的觀光景點 預計五月底就會全部完成了 所以預計幾年暖天的米香節 大家就多一個景點 大家來看到三星無電話條的道路 大家看到遙遙樂好馬廊道而已 都沒有電線 所以整個連結起來的話 這個地方真的會成為三星 真重要 真漂亮 大家很愛來剃頭來運動的 這個生態 四十四年跟雅間雅賣回來的 休閒經典 洛克馬廊道的可愛童趣 結合安農溪自行車道周邊的自然生態 再搭配日夜不同的景致 隨著電線桿下地後 期待讓遊客看到新的改變 以及大大增加的觀光能量 宜蘭新聞記者劉耀貞 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